在年幼时学习多种语言有什么用处 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在还是婴儿的时候 就有机会接触到至少两种不同的语言 一个成长于双语家庭的三岁小孩 很快的就能学好他的第二种语言 可是作为成人的我们 在学习全新的语言时 所面临的困难 相信大家都胜有体会 即便我们学会了新的语言 也很难达到我们的母语水平 婴儿学习语言的能力要比成人好 相信这一点许多人都知道 可是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在学语言的过程中 有一段高峰期叫做关键时期 用英文说就是critical period 这段时期里我们的大脑对于外界的信号接收特别敏感 认知体系也非常发达 这段时期对大多数人来说会发生在出生到五岁的这段时间里 若是过了这段时期 学习母语对于人类来说会变得非常困难 即便日后补救也无法达到很好的水平 这个原理对学习二语也是一样的 一个幼儿若是在关键时期习的他的第二种语言 那么他的二语水平基本上可以达到一语水平 反之若是过了这段时期 那么一个人的二语水平则永远达不到母语水平 这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将异国的语言 讲得和你的母语一样好 就一定要在小时候就开始练 人类大脑有一个区域叫做布罗卡区 这个区域掌控着我们的语言学习 到了一定的年纪 我们的布罗卡区会关闭 若是此时再学语言 大脑的运用就不再那么灵活了 长到后再学的语言 也一定会加带着你母语的口音 例如 我觉得日本人学中文的时候 最难的地方就是发音 我的普通话说得非常不好 越来越差 我还是个百分之百老外 好了 Kevin Rudd先生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 虽然让孩子在年幼时 多学一些语言有很多好处 可是有一部分家长还是会反对这种做法 家长们会开始担心 要是孩子同时接触到两种不同的语言 他会不会高魂了呀 他会不会无法精通语言呀 会不会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呀 错 这仅仅是一种传说 而并非事实 人类的大脑是神奇的 根据科学研究 一个才刚出生几天的宝宝 就有足够的能力分辨出两种语言的不同 就拿一些ABC为例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 上学读书要和老师和同学们讲英文 在家和父母讲国语 和爷爷奶奶讲话时 或许又会用到不同的方言 譬如广东话 上海话 等 在多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 不仅可以精通多种语言 还可以拥有其他不少的好处 语言可以帮助你和更多的人沟通 也可以让你在日后的职业发展中 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机遇和优势 或许还可以助你化解别人的矛盾 所以父母们应该趁早 让孩子接触到一些不同的语言 还没有孩子的人 也可以趁早考虑这个问题哦